民国94年3月15号 当年由于天气忽冷忽热 许多民众都减少出门 导致血库存量岌岌可危 因此当年时任桃源县长也特别抽空 前往参加捐血活动 玩起袖子捐出热血 以身作则 希望能鼓励民众多多响意来捐血 救人一命 当年新竹捐血中心表示 血液存量截至当年3月13号为止 虽然还有3000代 仍在安全范围之内 不过距离7天安全库存量的 5300代标准还有一段距离 因此特地举办捐血活动 期望能充实血库 而当年在桃源县长登高医护之下 活动总计共有87人晚袖捐出热血 共募集了104代血液 比起平均值80代还要来得多 这样的好成绩也感染在场工作人员的心情 期盼未来的捐血活动 也能受到民众的热烈回响 记者中华报道 您数人的捐血活动 还有追加量的砂糖